日空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大分數這三天漲了大概200點左右 你認為今天買股票比較好 還是上禮拜逢低承接的時機比較對 懂得在市場上比較恐慌悲觀的時候 告訴你進場買股票 那才有機會成為市場上頂尖的贏家 台股三天漲200點 當然今天我會適度的做解碼 我會賣一些股票 但是我不可能全賣 多方結構 你要看得懂是未來長線的架構 今天有些股票 該解碼我這樣會做解碼動作 該續報我一樣賺波段 這一檔U群今天創新高 我什麼時候開始買的 11月4號的U群 我告訴你9月營收新高 形態是不是剛突破 整理的末端 發動的買點 買在60塊錢的U群 買完之後大漲 繼續大漲6.7%再創新高 我繼續跟你分析他的基本面 10月營收還年成長率高達6 7% 就是因為基本面表現非常亮麗 讓他股價看回不回 有回檔你都要買 為什麼U群的基本面那麼棒 他是做高階高頻的連接器 毛率高達45% 所以股價要不要反應 股價要不要持續的送新高 講完之後 昨天禮拜亮燈69.7% 今天U群10.03分賣壓重 70.8%附近賣03分 04分我把股價印下來7.1% 你去對價 會員大概可以成交在71塊1附近 沒有賣最高 但是我認為看到這個現象 獲利賣壓沉重的情況之下 我就挑起 相對高點懂得賣 你就知道尾盤會掉到69.4% 當然今天這個位置賣是對的 沒有錯吧 畢竟U群從低檔區上來 已經漲幅超過4成了 創新高賣 我一再強調 介紹師不是單兵作戰 我也不是單槍批 對 那麼多會員 靠我的指令再進出 什麼時候待會賣 大家容易全勝而退 當然是一檔股票創新高的同時 告訴他們賣 今天早盤10點03分左右賣 有沒有賣對 繼續看收盤 所以股票的操作 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贏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我的節目 我的股票有沒有給你買點 有沒有給你賣點 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你放心好了 不一樣的一個操作風格 所呈現的一個績效絕對不一樣 什麼是對時對價 什麼是對時對價 你所看到的買進的一個口訊 那時間價位或是賣出的口訊 就是跟會員一模一樣 絕對不是划中取從 也絕對不是像有些人 可謂模仿親好老師的一個對時對價 但是 但是 一旦你發現 你老師電視上所秀的口訊 不管是買進的時間價位 或是賣出的時間價位 跟你所看到的一個時間價位 不一樣 那就在矇騙你 你知道嗎 所以要如何檢視一位分析師的一個風格 夠不夠誠信 夠不夠實在 很簡單 你們老師電視上所秀的口訊 只要他敢秀 時間價位 只要跟你收到的是一模一樣 那就真的 但是如果收到的 你收到的時間價位 跟你們電視上 老師表演的時間價位不一樣的 那就是在欺騙你 那就是在欺騙你 你也不用去問你的服務人員 因為你們的老師在電視上說謊 你的服務人員只好再說10個謊言 來言他的謊話 所以有什麼好再去驗證的 所以起碼是 可以給你一個品質的保證 你是我會員 你今天不管是優群 或是山花地蠶 或是美食 收到的時間價位賣出那個動作 如果跟你 我電視上秀的 電視上秀的 跟你收到不一樣的 你把我KO三陣出局沒有關係 檢視一位分析師 要有長時間的觀摩的看法 你千萬不要 因為短線上 分析師很會表演的很多 竟然不是華仲曲總那種分析師 不是那 好像拍賣一樣 對不對 陳昱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我們帶給你是一個完整的 務實的操作過程 優群怎麼帶進的 怎麼帶出的你看不清楚嗎 三發地產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可以賣 當時候 大盤跌白點 11月7號 我說三發地產 它量價都表態的 而且它基本面漂亮漂亮 每月營收多年成長率超過一倍以上 機油股 可不可以 另外隔天 繼續的跳空續漲 11月7號8號 大盤指數是跌的 大盤 11月7號跌100點 11月8號大盤是跌27點 連續兩天上漲的一個 三發地產就是因為基本面 很漂亮 所以它持續性的往上衝高 重點是禮拜四 上禮拜啊 回黨了 我說有什麼好怕的呢 有什麼好怕的 誰會在一檔股票跌的時候 告訴你 可以再度的加碼 竟然是沒有躲起來 我會因為三發地產 跌下來了 就躲起來 就不敢來上節目 來面對觀眾跟會員嗎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 所以整個三發地產 上禮拜四的回黨修正 不用怕 我特別把11月14號的VCR 昨天重播給你看了 加深你的印象 成功的經驗 值得你來複製 值得你來學習 昨天放出來的VCR 我說過 三發地產跌下來我還要再買 對不對 漲五天跌一天 一檔股票沒有走完之前 我還會再上車 所以上禮拜四的一個三發地產 25塊半附近再加碼 那時間加會員你去對 會員去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加碼得到 這我上禮拜四的動作 黑客棒你敢買嗎 上禮拜四的長黑你敢買嗎 我加碼給你看 加碼完之後隔天就紅了 還提醒你 三發地產除了年底有路障行情之外 都更的一個產值高達1400億 會讓它股價持續的往上走高 講完之後 昨天有沒有衝出去 昨天有沒有衝出去 大漲9.3%再創新高 買進加碼賺波段 是我給予會員的承諾嗎 所以整個三發地產今天再創高 最高29.2% 我賣在28.4% 9.51分 三發地產創新高 28.4%附近先挺力賣出 51分股價印下來28.45% 你去對時對價賣得掉嗎 28.4%的買單還有100多張 所以很清楚了 三發地產一樣創高 挺力 全體會很容易下車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概念 只是說你會不會這樣操作 一般的投票都是股票漲的時候 受不了的 短線去追那個高點 結果套下來 套下來洗盤的過程當中跌下來 好像會在跌停板 所以趕快賣掉 你的操作的手法 跟我操作手法好像不一樣 反市場的一個操作模式 就如同盤市 上禮拜 禮拜三 禮拜四 我說這是一個佈局位置 沒有錯吧 大膽買 今天大膽賣 該解碼的我會賣給你看 所以三發地產今天28.4%賣 有沒有賣對 賣完之後盤中掉到27.25% 尾盤拉高28.1% 至少今天你看到我賣出的位置 28.4%是對的 是對了 漲了一波段的股票 該解碼就解碼 該停力就停力 難道你喜歡抱上抱下 然後沒有什麼價差的一個動作嗎 那不是白忙一場嗎 是不是 所以整個股票的操作 選股的邏輯 真的相當重要 大盤指數比如說 漲了1488點 如果你選到基本面有疑慮的 比如說宏達店 你看看這種財報你敢買嗎 我已經漲了N遍了 宏達店前三季虧了快一個股本 早在今年度的年初我就說過 宏達店它的手機部門是最賺錢的 竟然被Google收購了 一家公司把它最賺錢的部門 退浪掉了 出售掉了 我認為它沒有什麼前瞻性可言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虧了一個股本的宏達店 你買了一年 股價還躺在地板上 對你來講有什麼幫助嗎 你會產生正面的加分作用嗎 浪費時間而已嘛 所以你之前包括上禮拜 你信我新會員 你手中有宏達店的 每次進來的 我就是佛洪高告訴你賣 就是賣就對了 沒有前瞻性的股票 對你來講是一個負擔 因為不會叮噹就是不會叮噹 所以大盤一個架構 絕對是多方盤 漲了1488點 跌了200點很正常 上禮拜你有沒有跟我低檔買 你上禮拜有跟我出手買的 今天該賣就賣了 該留就會告訴你留下來 行情的脈絡多方結構 輪動輪漲嘛 知道嗎 操盤節奏 我們帶給你是低檔買高檔出 高檔出完了再低階啊 這檔美食 11月1號 大雙底的架構 這是低檔 從100以下開始買 漲到109.5 我賣在107 高檔逢高把檔 上禮拜四掉到100.5 要不要跟我低接啊 我在提示你 我在邀請你 你想跟我低接嗎 我就會104帶你買回來 買回來之後大漲7.3% 昨天又大漲3.7% 兩天超過10% 今天美食10.55分 漲不動了 111.5附近賣 10.55分 因為有時候盤中我比較忙 有時候那個價位來不及你 但是會員對時對價 10.55分的美食 10.55分 57分的美食 還有111.5成交張數 高達120張了 所以一定賣掉 平盤附近今天拔檔 漲不動了 尾盤也沒什麼跌 掉到110而已 所以整個美食的架構 兩波段的操作 很清楚 低進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低接完之後今天創新高 拔檔賣 賣 股票的一個操作 最終的一個 勝負的結果 就是那個賣點 賣得夠不夠精彩 你為什麼都是那麼套牢股票 賣賣賣賣 賺錢不懂的停利 賠錢不懂的停損 到頭來多次套牢股票 在你身上 新興會員 大致上 我看到持股都是這樣 有時候我跟他們聊天 你賺的股票 基本面不錯 有些甚至是買 我電視上曾經介紹的股票 那為什麼 之前這一股票 你有賺到錢 為什麼 變賠錢 我常常會問一些 比較高階會員的新會員 為什麼 我電視上都講賣了 為什麼你沒有賣 就捨不得賣 不會賣 對不對 所以 操盤一個重點 你總要有 拔檔的那一天 不管是賺錢賠錢 你總是要學會賣股票 如果到現在 你學不會賣股票 我希望 接下來行情 不管大盤數 會漲到什麼位置 今天報紙上 已經有人告訴你 盤式的未來架構 會漲到幾萬點了嗎 錢老師不喜歡 誇口 說夢話 我也不喜歡畫大餅 來吸引你的目光 我喜歡用我 真材實料的一個操作工夫 把一檔股票的操作流程 呈現在你面前 展示我的專業跟誠信 來吸引你的目光 這才是我上節目的 一個原因跟理由 不然錢老師 當投股老師已經十幾年了 我早就該退休了 我可以這麼講 我沒有差一 兩個會員 我每個月所遭收的會員 都有基本的一個條件 我從來沒有讓公司賠過錢 說得快就是這樣 我們公司有兩家投股公司 我們集團 唯一每個月都沒有讓我們老闆賠錢的 就是在下我 就是在下我 所以我的會員的人數 每個月都固定的在成長 要不是因為有些人 就是為了你們 不然早就退下來了 不需要那麼辛苦 所以你們要珍惜的是 最好是在電視上 所呈現的 那個真實的操作過程 所帶給粉的喜悅 可以變成你的喜悅 不要每次 你看我的費員在賺錢 你旁邊 在發燒 我們在吃米粉 這樣才有什麼意思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看到最後你還是喜歡買我的股票 但是你買的價位 會比我買的價位更漂亮嗎 你賣出的價位 會比我賣出的價位更漂亮嗎 如果沒有 你就付諸你的行動力 來試試看 正好是這邊的操盤實力 符不符合你期待值 這一檔利基 當時候創新高 二四五賣 誰會在這個高點賣 光是這兩階段操作 98塊錢 將近7成 這時間價位不是跟你對過了嗎 當時候 二五零 立即印下來 對不對 對時對價 要懂得把盤中的一個價位印下來 然後來跟會員 比照一下 會員你們收到訊息 跟我電上所需的訊息 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辦法成交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這不真是真 懂嗎 所以當時候 十月十五號立即 二四五賣 賣 賣 賣完之後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 可以做結尾 同學 賣這一天 賣完之後還衝高到二五 這邊都有二四五以上可以賣 最近賴A 好多個新朋友進來 說他們立即買在二四八 買在二五零 我就問他們 我不是二四五賣了嗎 為什麼這個位置你要買 為什麼這個位置你要賣 有的是說 其他分析是推薦的 有些是說 認為我賣掉還有衝高 認為還會再漲 反正原因百百種 重點結果就是你們是套牢的 你買二四八二五零的 今天剩一八一 誰對 誰對 我需要跟你造假說我買在二五零以上嗎 告訴你 告訴你 我不幹這種事情 二四五就是我的賣點 賣完之後橫向整理 當時我就跟你講過 他沒有跌下來 我是沒有興趣的 畢竟立即 他是從幾塊錢漲上來的 他是從 當時不到一百塊錢的價位 這樣的衝出去 衝出去 他如果沒有很深層的跌幅 我是沒有興趣做接回動作 應該我就跟你講過了 所以會不會賣 是不是差很多 會不會接回來 當然又是另外一門技術跟小問 我又告訴你要接回嗎 上禮拜我他跌停板 199.5 我說小心中股票有鬼 上禮拜我的大盤漲75點 他竟然跌停板 我有沒有提醒你 我有沒有提示你 你要不要趕快跑 你要不要趕快跑 已經離我的賣點 差了45塊錢 小心趕快跑有鬼 昨天還提醒你中股票 我不會碰 我不會接回 有沒有 轉禮拜壓 立即找牌 還是推薦你們買的老師 又有信心了 趕快加碼 真的是如此嗎 告訴你 小心 張股票有鬼 昨天告訴你 我不碰 我也不接回了 昨天VCR 沒有時間了啦 自己去網路上看一下我的節目帶 來 昨天告訴你不要碰 我不搭戰機了 今天立即盤中差一點又跌停板 181 181 兩天的提醒 難道不是要幫助會員避開今天一個下殺嗎 什麼是講在昨天讓你印證在今天 希望未來的一個操作模式 你可以同步來掌握倩宏老師給你最有價值資訊 剩下再會到節目現場 成功的故 蔡老師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忠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作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盡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靈活攻守 是能追求 財貨路上的良失益友 蔡老師入匯單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刻獲得二十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蔡老師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輕裝板 簡單易懂又實用 是讓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藝術在手 受用無窮 蔡老師入匯三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0800-868-365 全新護證套餐 給你大大滿足 出生登記 通報老保局 健保局 申請生育給付及健保卡 死亡登記 通報健保局退保 老保局死亡給付 受險公會清查有無投保 申請我要成為台灣人 一陣送件 不必往返移民署服務站 护政專業服務 為民精心配置 跨機關一站式服務 順時又便利 內政部與您同在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今天康控有一則利空消息 詳細內容你自己去看 簡單來講就是說 康控的大陸的海外子公司 因為目前反送中的影響 他一些隱語 限制的條件比較多 暫時沒辦法匯為台灣 所以有一些股息 他暫時沒辦法 發放給他的股東 我問你 這則消息 跟康控的基本面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嗎 他不像昨天 你看到一些 打入全額交割股那些個股 是因為他們財報有疑慮嗎 他們基本面有疑慮嗎 那些雞蛋水膠股 被打入全額交割股的情況 是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這樣的利空消息出來 我在開盤之前 我就設定好一個操作動作 只要康控今天有利空的消息 讓他股價打下來 今天就是告訴我們買 因為他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短暫性的假性利空 所以今天的康控 多疊的 多疊的 你看一下他最新十月營收 還創下今年度的新高 第四季是旺季 所以整個康控 今天早盤9點15分了 漏發股息 跟他的基本面沒有關係 趁此利空 142附近買 9點15分 這個位置幾乎是今天盤中 殺下來最低點的位置 9點15分 你來看一下 當然股價171 171.5 171.5 171.5 171.2 這邊還成交137張 到9點19分 還有172 這我今天的動作 趁利空172附近 買 買 哎呀 假的啦 尾盤179 買在今天的 假利空的低點 你今天可以現買現賺 明天他會繼續漲 你拭目以待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架構 到底他的走勢 要不要反應基本面 你認為呢 跟基本面沒有關係的利空 那都是一個減便宜貨的時機 所以你看一下清老師選的股票 基本面都很強 很棒 你放心大膽的跟我買 像這一檔大疆 10月17號 打到311.5 這是利空的買點 不是賣點 當天花旗看壞大疆 我說可以買 22號打到315.5 再給你一次機會 為什麼 基金還是很低 去年度的大疆EBS17塊錢 去年度的大疆呢 前三季也賺了13塊錢 基本面幾乎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股價從614跌到311.5 跌了一半 很低 所以11月11號 大疆來到315 再給你一次機會 今天大疆你看一下 最低314 找買給我買 這都是一個很好逢低成績的時機點 千萬不要把買點當賣點 好的股票要懂逢低成績 這一檔M31 當作兩階段的操作賣在400 400賣掉之後打下來 11月7號跟你預告 來到這邊 準備出手買回 有沒有來 有沒有來 11月8號來了 接回再352 350我還在加碼 馬上中長紅 大漲12塊半 哪有361嗎 11月14號告訴你強勢抗疊M31 還會再漲 隔天有沒有大漲 今天有沒有繼續漲 來到382 352接回的今天來到382 13個多了30萬 你所看到的是一檔股票 低進高出 高出完再低階的一個 每次的一個利潤的一個展現嗎 很清楚啊 所以目前的行情 還是輪動輪漲啊 電子傳展升級都可以操作 齊立心 11月7號平板以下87.8可以買嗎 買完之後隔天不是紅了嗎 紅了之後大漲4.7% 11月13號 趁國具合併率多 92.2先賣一趟 賣完之後 當天掉到88塊錢了 隔天我告訴你我會接回 我當天就接回了 11月10號的齊立心 因為出現實質指疊訊號 89附近買進買回 當中價格在88.1 買回的位置88.1 賣在高點的92.2嗎 高點賣低檔接回 我在昨天還告訴會員齊立心 89附近可以買 今天來到90.8啊 低進高出再低階的原則性 是你股票市場上唯一致富的 不二法則 想要學習這種法則的 跟著建華老師的腳步 我一檔一檔的帶你賺下去 明天見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盡在運通 成龍的谷蔡老師擅長基本面研究資歷完整 公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代理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抬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物圈遷跡 嚴格風險控管 待盡保證待出 集中所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孤手 正能追求財貨路上的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匯單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現在加入